我们下来几节课给大家简述一下神赏 有些人一听 又在搞风价 我不学 甚至搞这个命令行业的所谓大师们 都很少知道这个 不用 没道理 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懂道理 这是奇异 他找不着源头 其二是他记不住 我就用证悟性 我书都不看 就自己发明创造 我是科学奖 练千个万个盘就够了 他也高看自己 那几千年古人留下来的这些 一生的血汗几代人的传承 往往很多都丢失 都不以为然 想当然 以为自己是别人 很了不起 我看看这个 原孩子平 正宗 无形 子平真权 两本书了 够多了 这个八字命令啊 你要读太多太多的书 除了数据之外 还要了解 人是物 天文地理 哲学心理 以及这个 物后 环境 你怎么讲都行 反正万事万物都在这个道理当中 都在这八个字当中 你看似是八个字 实际上 这个隐藏着很多字 比子卫还要难呢 子卫看上去很多星星 但是他取向 他就是直接抓象 你真正背下来 真正感觉想象到了 你就好入门了 尤其现在 包括西方的占星比较流行 就因为这个 而传统的这个八字 他就是从星星 演练出来 但是他当中 隐含着很多呀 所以 很难学 你学到一定程度 学不下了 说那我再读读书啊 三明同会 穷同宝剑 深风同考 又读了三本书 该不会还是不会 真的有的搞十几年 搞几十年 你学不进去 然后你的时间好多都 用在这个上面 青春都没了 好可惜 这种东西 要从小 从娃娃抓起 既先好 我们才好背 为什么要背呢 我们讲理解 查询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他有些细节 你顾上那么多 你要从事这行业的时候 你不能 总是给他先翻书 所以有一些常用的 加减乘除 你还是要提炼出来 那除了这个 神杀之外 还有很多 马刀路诀 这些盲派的 现在很流行 又开始 反思 隔着了几百年的 这个命令学 没有真正的创建 没有 都是乱 乱想 这些基础 老总们 活一辈子都白活了 好多都失传了 早还看还来不及呢 不看 你真的要 误一门 钻一门 一定要专业 还有这个七处论命 值得就是这个三元 还有十二掌声 以及 什么格局派 取向派 各种方法 有些都是 一些契机点的 真的是敲门砖的 那样算下去 是算不准的 你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很多很多的书 都要掺进来 那下去 跟我们下期